Hello 大家好 这是波波 我还有一期久违的Firmware 30剪辑教学系列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期关于RTX 3060TS视频 结尾内里稍微提立一下独立显卡对于视频剪辑的帮助 之后看到评论里有朋友提到说Primer Pro这个剪辑软件是不吃GPU性能的 同时我也想起来之前有朋友给我反馈说 当他打开了PR中的显卡CUDA或者OpenCL加速时 PR产生了花瓶的问题或者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性能提升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通过Adobe的一些官方文档 结合我实际测试的数据来聊聊这几个问题 一 显卡究竟对Primer Pro有没有帮助有多少 二 视频剪辑是该选择N卡还是A卡呢 以及三 N卡的游戏驱动和工作室驱动对剪辑软件有什么影响 换回来我们先聊聊今天测试所使用的机器 CPU方面我使用的是i7-9700K 搭配了16GB的DDR4内存以及2TB的M2 SSD 显卡方面当然还是我好不容易才抢到的 也是上级视频所用到的威星魔龙RTX390Ti 它拥有4864 CUDA核心数量的GA104核心 超过1800MHz的核音频率 8GB的GDDR6显存以及威星吹Froza2散热设计 现在驱动我搭配的是这期视频录制时最新的 因为达460.89Studio启动以及Premier Pro 2021 14.8 素材方面我使用两种大家做视频时比较常见的编码格式 100Mbps码率的H264以及H265视频素材 在进行测试之前我想先简单的说一下三种不同的硬件加速类型 首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我两年前就在视频中提到过的显卡硬件渲染加速 可以在文件项目设置中开启 根据硬件的不同只要分为三种 N卡库达合音加速 A卡的OpenCL加速 以苹果的Metal加速 当然还有普通的CPU软件渲染 这种硬件加速并不会对未加任何效果的普通视频回放 或者渲染有太大的提升 而只是作用于你所添加的视频效果渲染上 换句话说 如果你只是进行普通的视频回放剪辑 而不添加像调色啊 模糊等等的效果的时候 库达加速这类是几乎不会用脑的 在我的这个测试中 无论是H264还是H265的视频回放 在开启与关闭库达加速时都可以完全无调真的播放 然而当我们加入Lumetra颜色效果后 在关闭库达显卡加速的情况下 视频就完全不能正常播放了 卡的跟PPT一样 同时CPU占用率达到了80%以上 也经常跳到100% 而开启库达加速后 视频回放又再次回到了如德夫般顺滑的感觉 CPU占用率也基本保持在30%以内 那么这时候啊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我再加入特效时并没有这么明显的差距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不是所有的效果都是支持显卡加速的 虽然大部分都是 你只要点击效果窗口搜索栏旁边的这个图标 就可以筛选出所有支持CUDA加速的特效了 不过根据我的经验 即使是官方说目前不支持CUDA等硬件加速的效果 在开启了显卡加速后 因为它分担了CPU的压力 所以一样会在性能上有不小的提升 同样这种显卡加速也是可以作用在导出压制时的 这部分我做了16个测试 分别将这两个一分半的H264、H265视频 在添加与不添加调色的情况下 分别通过CPU软件加速 以及CUDA硬件加速 导出成4K20Mbps VBL一次的H264、H265视频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表来看出具体的时间差距 简单来说 无论原文件以及目标文件是什么编码 在不加入lumetri颜色效果时 CUDA加速的开启与否 在压制速度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 但是在加入了调擦效果后 拥有RTX3060Ti的加成 能够为IC9700K 节省出10倍以上的压制时间 并且加持过程中 360Ti的显卡使用率 能够经常达到70%以上 所以也证明了PR实际上对显卡的依赖 还是比较高的 并不是很多朋友认为的那样积累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进行视频渲染与编码时 电脑对显卡的使用 并不会像游戏时那么的密集 再加上这款非公显卡 三个巨大的刀锋六代分扇的加持 所以即使在一整天的测试之后 温度最高时也没有超过60度 那么如果你说 我就是做普通的剪辑 不需要加入调色或者任何的效果 有什么提升效率的方式吗 那必须是有的 所以我们要说的第二种硬件加速 就是Premier Pro很早之前就加入的 QuickSync核心加速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核显加速 虽然不能帮助加速视频效果的渲染 但是可以用在H264、H265视频的解码与编码上 想要使用这个加速功能 首先你需要一颗英特尔7代机以上 带有机身显卡的CPU 而对于编码加速 则必须得是10代以上 对于无独立显卡 或者双显卡的笔记本用户来说 你是可以直接在PR的首选项 媒体中开启的 但是如果你是台式机 并且安装了独立显卡的话 则必须要手动在主板的BIOS中 启动集成显卡 才能够在PR中开启这个功能 这里对于大部分的台式机用户来说 我并不太建议这么做 因为虽然PR的速度变快了 但是当你使用其他软件时 系统有机率会勿用极显 反而导致性能下降 而这个较大的缺点 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另一个重点 也就是Adobe在2020年5月与10月的 14.2与14.5版本中 分别加入了独立显卡的应验编码与解码加速支持 跟QuickSync相似 这两项均可以在文件首选项媒体中开启 它们虽然不会帮助渲染视频的效果 但是它们是可以跟CUDA 或者其他应验渲染加速同时开启的 也就是说在Premier Pro 14.5之后的版本中 用一块独立显卡 不仅可以提升视频效果的渲染速度 同时也可以加快它解码与编码的速度 对独立显卡的使用效率更近了一步 而我们之前所做的测试 因为使用的是14.8版本 默认也是开启了N卡加速的 所以接下来我又将这块360ti的编码解码加速关闭 在只用CPU或者CUDA核心帮助渲染的情况下 又做了8个测试 可以看到在同时关闭了独显编码解码加速后 选择压制参数的时候 原本可以选择的应验加速全都变成了灰色 同时我们所有的测试结果 都要明显的慢于之前开启这两个选项时的数据 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达到4倍左右的差距 而如果算上CUDA的加成 则最高可以提供20倍的效率提升 我们也确定了Premiere Pro至少是2020年10月以后的版本 对于显卡使用效率的提升 尤其是N卡不一定是巨大的 为什么说尤其是N卡呢 因为当我们去看Adobe官方对硬件编码解码加速的显卡支持列表里 目前显卡加速对N卡的支持度非常高 近几年的中高端显卡几乎都是支持的 而A卡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新的Big Naive 6000系列可能还没来得及更新 但即使是去年的Naive 5000系列也竟然全线缺席 这让我一个苏妈铁粉也没法喊yes呀 所以在剪辑的显卡选择上 对于预算比较充足的用户 我比较推荐大家有所Cuda核心更多 频率更高 显存也更大的RTX3080 而对于预算一般的用户来说 我这颗同款的RTX361Ti或者性能稍低 但显存更大的RTX360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么说完PR的版本 我们再来聊聊另一个对显卡性能影响很大的东西 显卡驱动 众所周知 显卡驱动在大部分时候更新的主要目标 都是为了优化游戏的性能 而非生产力软件的稳定性 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于去年开始 就推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显卡驱动 专门拥有游戏的GameReady游戏驱动 以及专门为专业软件所开发的Studio工作室驱动 那么在实际使用中 他们到底对Premia Pro这里软件有什么影响呢 在我的测试中 当使用这些视频拍摄时最新的 461.09版本GameReady驱动 配合Premia Pro 14.80 我在导出视频时 很大概率会遇到在13%完成度是卡死的现象 我也在一些网站上看到了很多用户 在这个驱动下遇到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 而最新版本的460.89 Stiller驱动 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就单说PR的运行稳定性方面 可以说 Stiller驱动在当前版本 是完爆GameReady驱动的 那么另一个我一直好奇的问题 就是 Stiller Ready驱动会带来更快的导出速度吗 于是我又做了8个测试 结论是在使用 Stiller驱动与GameReady驱动时 素材的导出速度几乎没有差距 它的好处主要还是在稳定性上 而游戏性的方面 这次我虽然没有进行专门的测试 但是按照我以前的经验来说 在玩绝大多数游戏时 我个人是没有感受到什么区别的 毕竟应典参数放在那里 所以我推荐有剪辑需求的运户 不用纠结 直接安装最新版本的 Stiller驱动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我们再稍微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一在设置任何的情况下 一颗独立显卡对于Proma Pro 这里剪辑软件的性能提升是巨大的 二就目前来说 Adobe对N卡的优化支持要更好一些 三 Stiller驱动能够对剪辑软件带来更好的稳定性 OK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不妨来一波点赞收藏转发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